南投家福中心儿少赔力馆是家福基金会全台第一个落成的儿赔馆 基金会执行长周大摇感谢各界捐赠土地及金钱 才能让南投拥有一个推动儿少专业服务的儿少赔力馆 南投家福儿少赔力馆是家福基金会在全国第一所 在这么大的一个独立空间 专门为儿童及青少年所设置的一个场地 我想这过程的筹备是非常不容易的 未来除了南投县自己的我们的辅助儿童之外 当然我们家福基金会在全台湾各县市的儿童青少年 也可以预约来使用 我相信可以把这样儿少赔力馆的一个功能 跟它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值 让更多的弱势家庭儿少受惠 本身是家福委员的林如阳县议员 希望社会这股善的力量能有正向的循环 相信儿赔馆落成后会有更多空间来照顾更多孩子 我本身也是家福中心的委员 也希望有更多更多的我们善心的人士 能够将我们的力量一起投入到我们家福中心的这一块 照顾我们更多的孩子们 那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之后 其实在我们家福中心的照顾之下 很多也非常的有成就回馈我们的社会 希望这样子善的正向的循环 可以在我们家福中心的努力之下 在这一次陪力馆启用之后 有更好的一个空间能够照顾我们更多的孩子 县议员简千祥是教育博士 他表示孩子的潜能发展是无限的 馆内有许多的设备 希望借有多功能的学习设备 让孩子多多体验 也再次拓展孩子的事业 陪力中心它的设施设备很多 像我们在一楼我们看到了这个咖啡烘焙教室 相当的棒 那可以让孩子能体验将来我们要怎么样做咖啡 那我们二楼三楼还有其他不同的设备设施 其实还有很多运动的设施 运动设备设施 其实都再次的能够扩展我们孩子的视野 馆内楼层空间可进行多元团体活动及课程 主持人讲座 菜艺养成 技职培育等等 学员天更林在现场泡出一杯咖啡 提供大家品尝 我学到的就是怎么去烘焙所有的面包跟怎么冲泡咖啡 这样子 等于是一个出路 儿少培力馆的落成 提供孩子多样学习平台及课程 县议员林主养及简千祥 感谢各界爱心 建有儿少培力馆的成立 让孩子发挥潜能 让许多家庭有了重新翻转生活的机会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